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在这个分配给我的一个发言题目 就是谈美国的因素 就是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一个调整 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我也准备了一个东西 我讲的大概的要点 向大家提示一下 我想主要是来讲第一个 就是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一个调整问题 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么关键是动因的分析 第三个呢 现在就被称之为所谓的巨型FTA 巨型FTA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评估美国的这种变化 最后一方面 就是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美国长期奉行多边主义的战略 我们从看到从这个多边这个贸易体制的两个阶段呢 都看得非常明白 可以说每次关键的谈判 除了这个多大会合谈判以外 应该美国呢 是在这个方面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对于这个整个贸易规则的不断提升 应该说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作用 但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说是在从目前来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所谓领导的一个动力啊 实际上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我们看多大会谈判呢 建议相续 美国和这个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呢 转向就是地区主义 那么对全球贸易的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格局啊 产生很大的影响 刚才已经谈到了 有TPP啊 TSA TTAB等等的这样一个谈判 就是和这个过去十年来 就是以这个发展中 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这样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崛起 对全球经济 全球经贸体制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全球这个经贸格局的改变呢 我想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从现在这个 现在已经这个展开的 这两大这个巨型FTA的 这样一个谈判来看 我们看TPP 有12个 现在有12个谈判成员 如果加上8个潜在的成员的话 那么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占全球的 全球的GDP呢 加近43% 全球这个商品出口呢 是31% 不贸易出口呢 是30%左右 那么TTIP TTAB 两家 那么它是占的这个氛围要更大 这个 这个全球GDP 47%左右 等等吧 TTIP呢 应该说也是影响非常大 潜在的成员是21个 这是20 20 13年的这样有关的数据 另外呢 我们看到很大的一个努力 一个雄心 是把它现有的 有关的 就是说 双边的小地区的一些 这个FTA安排啊 纳入其中 应该是这个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有关的这个东西呢 我就来不及细说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图啊 看了我觉得是在APEC的成员当中啊 这个 这个 刚才呢就是 周教掌呢 提到这个APEC的这个问题 那么有关我们看到 就是说这个在千层这个 就来看 TPP 啊 在整个的这个 在美国的整个的贸易量当中的多少呢 是一个是 33% 啊 如果现在这个 现在呢 说这个TPP啊 在全球贸易当中是 这个 40% 啊 如果呢 就是说在潜在的 这个TPP 应该说是在TPP的这样有发动呢 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 呃 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对投资呢 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啊 我们看到这个TTIP 啊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两家当中说 涉及到的那个 2012年的这个数字啊 呃 是占着美国呢 就在 呃 美国说 这个这个 这个 应用的FDR 大概有2万多亿啊 那么对于美国的 在在在海外的一个总投资额 所涉及到多少呢 有将近 应该是 将近是 4万亿美元的左右 就是从投资的存量来说 啊 因为这个对贸易的规则 也会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 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 就需要了解呢 就是美国走向地区 主要的这样一个动因 啊 那么动因有很多啊 美国方面的解释 啊 我们听到的就是说 一个呢 就是WTO抓谈判 啊 这个停止不前 另外还强调呢 TP本身呢 没有所谓的一个 这个地人战略的一个考虑啊 这是美国我们看到 还有关的文献啊 这个主流的一个考虑 但是我觉得呢 这里面呢 讨论的这个 有关的因素啊 也还是和他的这个 这个经贸和这个 政治安全因素啊 还是这个 密不可分的啊 比如说 啊 美国现在担心呢 在亚太地区 可能会出现一个 有中国主导的地区性的 贸易地区的担心啊 明天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美国呢 对这个本地区的 在贸易规则的影响 影响力啊 可能会有很多的下降啊 另外呢 美国呢 也担心啊 这个在亚太地区 经贸影响的下降 最后的结果啊 就是政治和安全性的 那么美国担心呢 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 有可能突破瓦解 我想呢 这个美国的战略家呢 在这个盘算的时候啊 也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 我觉得就从经贸的 这个角度来说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美国的考虑呢 它有关规则啊 经过这一点发肯之后 那么如果在这个没有 好 各位代表 我们准备开始下午的讨论 希望大家午餐用的还可以 这个题目是 在华和公司面临的新挑战 及双边投资协定谈谈前景 呃 这一节呢本来 这一节是有五位发言人 不过 这个中国美国商务统裁 马普吉巴尔 因为有紧急的事务 所以下午就不能参加了 呃 然后呃 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 这个裴长红所长呢 本来是应该参加上午的讨论 所以他还会 他的这个报告的题目主要 还是围绕上午的 这个多边贸易体制 以及区域贸易协定 呃 相关的问题 呃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有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裴长红教授 呃 发表演讲 有请 下午就有点文部对题了 这个 因为上午有事情来不了 我就把上午应该说的话 在这里说一说吧 这个题目叫 国际经贸规则的未来趋势 和中国的对外开放 讲这么几个意思吧 这个一个意思呢是 这个 所以这个首先是对2015年啊 明年啊 世界经济啊 做一些初步的判断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刚开过 对于明年的世界经济啊 有这么几句话 一个话叫 全球总需求不正 第二句话说明年呢 2015年呢 可能会略有 略有好转 但难以改变 这个复苏疲乱 这样一个趋势 按照这个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呢 明年的增长速度啊 是陷入叫 平庸增长 10月份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 给 给现在世界经济的 复苏啊 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平庸增长状态 总的比呢 7月份的预测啊 都要低很多 那么这和我们这个 呃 中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一些判断啊 是相吻合的 这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最近呢 欧洲央行全线 调低了未来 三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这个 整个欧元区啊 这个明年的这个 这个GDP 可能增长也只有1.0 今年的话只有0.8 啊 那么和以前的预测相比啊 都是调低的 所以给我 给出我们的前景 明年的增长 会很乐观 呃 可能 可能只是比 好 这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判断 这个 那么 呃 欧洲的情况 当然也是 是很乐观 这是第一个判断 比我们的一个普及 2015年 可能会比2014年 略微好一点 但是呢 复苏疲晚的态势啊 是难以根本改变的 那么世界贸易啊 世界贸易呢 情况可能更不乐观 呃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 他们的预测呢 无论是就货物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增长速度 都没有超过2% 啊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实际的业绩啊 无论是出口 货物出口还是货物进口 都没有超过2% 估计的话 今年的世界货物贸易增长速度 也就是2%左右 啊 2%左右 可能今年会成为第三年 世界贸易低于世界GDP增长速度的现象 啊 过去呢 过去的话 国际贸易学里面有一句话 啊 有一个外国人讲 说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 啊 现在看这个发动机啊 可能要熄火啊 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贸易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这个是需要研究的 当然解释它 我这里因为没时间就不去解释它了 嗯 当然流行的解释是一个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各国性的通缩啊 这个是比较通常的解释 对现象的解释啊 这个深层次的解释 这里也没时间说了 第三个判断是关于 新技术革命 新技术革命呢 应当说呢 在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这方面 有多点突破这样的特征 但是还难以聚合成为通用的技术 而且特别是难以成为 拉动大众消费的新型产业 在它的发源地 美国公司和企业大量注册的新产业革命的特征也没有出现 所以说啊 我说这个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啊 云路上摇 要达到第三 前三轮科技革命 带来的产业发展效果 看来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这是第三个判断 第四个判断是经济全球化的传统动力减弱 新动力还在酝酿之中 传统的动力大家知道 主要是由互联网技术 通信信息技术带动的 这种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发展 现在呢 到了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新的动力是什么 也还在摸索当中 像服务外包 电子商务 这些新业务的流量 可能还不足以重新塑造 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 这是第四个现象 第五的话 全球能源版图的竞争 重新拉开帷幕 大家知道 2014年世界经济的突出现象是 油价 量价齐叠 欧特克宣布不减厂 俄罗斯也宣布不减厂 所以呢 争夺全球能源版图 能源生产国 输出国 能源金融资本 之间的竞争 非常激烈 这种现象呢 可能会继续影响到 2015年的世界经济 所以2015年的世界经济 当中可能一个非常突出的焦点 是能源问题 能源问题 而且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 能源治理是最薄弱的环境 能源治理几乎是很少有什么 有什么很有效的协调机制 那么根据这样一种世界经济的状况 那么国际经贸规则会是什么样一个 一个发展趋势呢 大家都知道 宣布 这个终于 WTO 这个谈判 多哈回合谈判 19年之后 第一个 关于这个谈判 达成协议的贸易便利化 这个协议 获得通过 所以贸易便利化成为 WTO改革的第一份的收获 第一个成果 那么大家全世界都很兴奋 全世界都很兴奋 那么这个协议的通过 当然离不开各个成员班的努力 最后的戏剧性变化 是和美国印度之间 在农场品补贴上的妥协 有着直接的联系 因此也引起一些猜测 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因为TPP谈判不顺理 重新又回到了全球多边经贸体制 它会不会因为那边谈判不顺理 又回到多边来 然后把这个TPP呢 这样的东西放在一边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个人看呢 美国不放弃WTO WTO不等于放弃TPP 美国对印度妥协的态度表明 美国不放弃WTO 这是很显然的 WTO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数 在这个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上 有最多的成员 美国认为它是世界领导嘛 它是领导嘛 它能不能放弃这么多群众呢 所以它不会放弃 它当然不会放弃 但是它也不会放弃TPP TTIP和TESA 这种能够体现美国全球经济治理 最新方案的构想的实践版本 而且对于奥巴马个人来说 它能够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其实是不多的 它下了以后 两年后它下台以后 它能留下什么政治遗产呢 可能不多 那么TPP呢 可能是硕国仅存的一个 所以它不会不全力以固 特别是国际经贸规则不完全是 这种新规则不完全是奥巴马个人的意图 以后的许多体制问题 和货物贸易服务劳动自由化问题 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 也是它设立国际经贸新规则的理论依据 就是要反对竞争扭曲 竞争性中立 这都是它的几个依据 那么新规则实际上是提高标准 简单说什么是新规则 新规则就是提高标准 12个是老议题 8个是新议题 但是老议题也有新标准 例如原产地规则 反制品要从刹限算起 劳工待遇 要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五条标准 新议题里面更是过去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遇到的问题 那么这一种的要求 当然在当前区域合作潮流下 它出现不是偶然的 因为确实从WPO成立以来 区域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的安排 大量涌现 像WPO申报的 通报的协议已经达到370几个 而且70%是最近十年里面成立了 在这个新潮流下 美国也可能不会要求谈判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也可能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 所以2015年 我个人认为2015年 可能美国会在TPP问题上 会有一个 达成一个和合作伙伴 有一个框架性的协议 这个是可能的 那么这就出现了 这个一方面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安排 广覆盖高标准 和全球多边体系 并行这样的局面 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是不可避免的 为决定里面 我们已经重申了 我们要坚持世界贸易组织 体制规则 这个是主渠道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WTO受到TPP TPIP的挑战 也是不得避免的 尽管WTO规则 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公约数 但不排除 区域高标准自由化安排 对WTO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是不能排除的 因此呢 WTO除了将贸易便利化改革 纳入多边规则体系外 也应当思考 如何进行包容 各类标准的自由化协议的改革措施 这种相互影响是不可避 这是从经贸规则 那么从其他的规则来看 比如说国际货币提供规则 这个变化趋势 那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平台的规则体系 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 但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的上升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强 以区域安排为特征的双边多边的货币稳定机制 和新兴经济体货币为储备的多元储备体系 将会进一步加强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 中国和许多国家开展的双边的货币互化 实际上就是这种以储备多元化为特征的 这种的储备体系会变得比较流行 那么强化资本流动的监管会成为规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的要求 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趋势 国际投资和开发金融规则体系也出现新变化 那么这当然是和中国最近的一些扩大开放的措施有关 大家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中美中欧的BIT谈判 这会运量新的国际投资规则 那么谈判结束以后 这个协议可能要替代WTO 原来它有一个叫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因为在WTO里面有一个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那么中美中欧的BIT谈判 现在正在进行中美是第17轮谈判了 那么我相信也在不远的将来 它也会结束也会达成协议 那么它对WTO也会产生的规则体系也会产生影响 那么在国际开发金融体系当中 世界银行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 但是随着金砖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及思路基金 这些国际开发性新金融机构的出现 这都是中国对外开放措施和新的课题 这种国际开发性金融的规则体系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一个新问题 新课题 就是国际投资和开发金融规则体系 那么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最后讲一点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 构建开放的经济性 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来看 对外经贸发展 所以的话呢 可能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中国的吸收外资增长了多少 中国的这个投资 对企业对外投资增长了多少 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可能这种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 或者说不是那种单纯的数量要求 因为从互利共赢的政策含义是 一个是要促进进口贸易平衡 重视进口贸易在改善贸易伙伴关系中的同时 促进国内经济间的发展 第二促进中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 是增进东道国的福利 第三呢 是发展区域开发金融 增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建立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联系 参与各类的全球经济治理 包括未来参与能源的全球经济治理 所以互利共赢的政策含义是多方面 所以可以这样说 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 我们如何评价它是一个新的问题 可能这个尺度 这样一个评价标准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八大的 要是这种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是不是真正做到互利共赢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我们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 能够和国际经贸规则 金融规则能够接轨 当然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讲的 对外开放也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所以总结起来 未来我们对外开放 目标应该是两个 一个是规则体系的变化 改革和规则体系的变化 第二就是 是否培育了新的增长点 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 非常感谢裴所长 其实刚才裴所长讲到 这个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发展 新发展新方向 更多的涉及到这种边境和措施 其实边境和措施呢 我觉得能影响的更多的 并不是贸 而是投资 研讨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这个 对外经贸大学 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著名的反垄断法专家 黄勇教授 谈一谈这个反垄断 中国方向的办法实施 对这个外资企业的影响 有请 好 大家下午好 首先感谢裴所长能够邀请 还有其他的主办单位 能够邀请我这儿 到今天下午能够有一个 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机会 其实刚才我刚才坐那儿思考 就是我们的反垄断 我所研究领域的这个 反垄断和竞争法 和竞争政策呢 与我们今天的WTO的这种 国际间的这种交往 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特别是今年以来 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垄断 反垄断执法的这个 形成了一个大的风暴 而这种风暴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仅深深的影响到 我们中国的这个市场 也影响到这个国外的很多 著名的一些大的国家 和一些大的贸易国家 对于我们的这种关注 因此呢我想在这里头 简单谈一下就是这个 我们国家的这个反垄断的执法 也包括竞争法律 在执法六年多的时间内 我们以来呢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也提出一些思考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的反垄断法呢 是在一百多个国家 具有反垄断法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后起之秀 我们是在2008年的8月1号呢 才正式实施了中国的这个 反垄断法 那么六年半以来呢 我们中国的行政执法部门 也就是三家执法部门 以及我们的司法部门 也就是法院 在这六年半的时间内 做了大量的执法和审判的工作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最新的这个数字啊 首先从国家发改委来讲 现在有310多件案件 可能没有特别准确的 有315件 最近我没有发现的一件 应该说是316件 那工商局呢 现在审结的案件呢 是19件 再有就是商务 商务部审查经营者集中 也就是并购的反垄断审查 审结的是已经超过了900件 这个接案的 那么如果说从收案的数字来讲 已经超过了1000件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再有我们看法院 法院的数字呢相对的少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去年的 现在最新的 我看到去年年底的数字呢 是188件 也就是不到200件 那今年呢我们也看到 法院又有一些地方的法院 也开始又新受理了一些 非常让我们业内关注的一些案件 那么可以说呢 中国的这个反垄断法律 的行政执法以及司法呢 经过这六年半的这个洗礼 我们可以说用一个时髦的词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新常态 那么我们反垄断法 特别是今年 在这个国际上 引起了高度的这种关注 那么在这个关注中 也有很多的批评 负面的意见 甚至是批评的意见 包括之前我去美国 今天去了美国三次啊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 中国反垄断的执法 包括司法 越来越关注 那么讨论的问题呢 也越来越广泛 包括这个 对于一些技术性的 专业性的这种问题的讨论呢 也应当说是越来越深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焦点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看到外国的媒体 谈到说 质疑中国的反垄断的执法 是否是一视同仁的问题 是否对外资企业 存在着这种歧视的问题 也包括了这种 我们执法的 对我们行政执法的程序的问题 还有一些 对于我们的专业性的 质疑问题等等 那么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那么 我们想提升一个领域的 这个法律 它的这种关注度 就是它的这种 执法的这种技术性的提高 执法程序上的更加公正 以及 特别是一部法律 它应该本有的这种 它的地位 和实现这种法律的宗旨 这种关注度 越高 可能是越有利于 这些方面的这种发展和提升 其实我们回归过来 我想今天谈几个问题 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感受 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讨论这么多 甚至有很多负面的这种批评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六年半的执法 我们更应该去 首先一个问题 更应该回归到 这个法律的立法的 它的宗旨是什么 它的立法的本意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反垄的 中国的反垄断法 尽管是后方 执法制定和执法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首先 证明了我们国家 它的市场化的程度 在不断的成熟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国际上一百多个国家的这种经验 我们最早 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的 1890年的 美国的谢尔曼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凡是有反垄断法的这种 制度的这种国家 它的一个共性 就是它的市场化的问题 如果说是在一个计划经济下 谈不上反垄断的问题 计划经济就是垄断 是吧 它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垄断 它是一种制度上的垄断 法令上的垄断 所以凡是有竞争规则的 它一定是一个市场化的基础 那么我们国家的既定目标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你要想实现 市场化的这种成熟 一定要有竞争规则 一定要有竞争的法律 那么尽管我们制定的很晚 实施的很晚 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初我在参加立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全世界一百多年的经验 从它的立法的经验 修改法律的经验 以及它的执法的经验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梳理和比较 我们在这个法律里头 尽管只有八章五十七条的内容 但是我们吸收了至今为止 全世界的这种发展到今天的最先进的一些制度 把它原制度化 尽管它的条款 非常的抽象和原则 但是我们有 但是我们有 那么这是一个很很 这是一个好处 再一个我们去看 一个反垄断法 它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 WTO的这个规则 是有很很大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各国的反垄断法 都是国内法 它区别于国际贸易 区别于国际投资 因此 它是一个维护本国的市场经济竞争的一个法律 那么在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我们的 而且在这里头还有一个 一个法律上的要求 它既然是维护本国的市场竞争 它一定是要求 本国的在本国的市场竞争 市场中的这个主体 应当是公平竞争的 主体应当是平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我们国家的法律的总责上来讲 和我们的在立法的司法 在立法的解释上 我们都坚持了一条 就是我们的主体一视同仁 在竞争规则上 应当是一视同仁的 那么这一点我们也是借鉴了 市场经济国家 特别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他们的立法经验和立法的这种宗旨 和法律内容的这种设计 从我们的六年半的这个执法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主体上去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既有 中国的企业 又有外国的企业 既有国有的企业 包括了央企 垄断企业 比如说像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也有非公企业 包括地方的一些非公企业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我们的执法机构 依照我们中国的反垄断法 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章 行政垄断的章节 对某个省的 就是河北省的交通厅 他所涉嫌的行政垄断 进行了查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的执法对象来讲 我们回归这个反垄断法 它的这种宗旨 是基本实现了 我们当初立法的这个宗旨 尽管是这样 尽管它是一个国内的法律 但是每一个国家 它的反垄断制度 都有域外管辖的效果 也就是发生在 国外的一些 涉嫌垄断的行为 只要对于本国的市场 竞争秩序有影响 本国都可以有管辖 体现在我们最多的 涉及到我们可能外商利益最多的 就是可能两个美国公司的 并购 或者两个外国公司的并购 比如说微软并购 并购诺迪亚 Google并购摩托罗拉 它是完全两个外资的公司 但是它们在中国的有业务 同时它可能会影响到 中国市场的竞争秩序 那么我们的商量垄断 执法机构之一 就可以对它进行管辖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它的法院 依照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在美国起诉 中国的维生素C的 这个企业的 涉嫌卡特尔的问题 那么也是 涉嫌卡特尔的行为 是发生在中国 美国的法院也一样无管 因此我们看到 由于这样的交集 由于它的这种 涉害的管辖和交集 那么也成为 国际上 对每一个国家 的反托断法 特别是经济总量 超大的这些国家 要对于这个法律 要予以高度的关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案件 在美国通过 并购的案件的审查 在欧盟通过了 在日本通过了 但是恰恰在中国 受到了反托断法的 不仅仅是制约 而且是附加了 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就是并购是可以的 但是附加了这种 有了这种remedy 这种救济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是 我们立法的设计 它的目的设计 那么再一个我们回应 就是说很多外商也问 说你们是不是这里 你在审查竞争规则的时候 是不是涉及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头 我想有几个概念 是需要弥清的 和制度 和其他的相关的制度 是要区别的 一个就是说 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 我们国家 在反垄断法的 第31条中 特意提到了 如果在 审查并购的时候 涉及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 由另外的制度去 管辖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国家实际上是 采取了很多市场经济国家 它的一个准入制度 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 要建立 现在已经建立了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同时第二个含义是 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 与反垄断的审查制度 就是并购的审查制度 是两个不同的制度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实际上已经把它分开了 是两套不同程序 但是有没有交集呢 肯定有交集 就是你的这种并购 因为关于安全审查的问题 实际上它跟反垄断 有一些区别 但是有的时候是禁合的 在主体方面是禁合的 国家安全 它主要是外国投资者 去并购 去投资控制 中国的 在中国的这个企业 你看它是一个外一个中 那种反垄断可能 它的范围是更广的 但是它的根本的不同 是它的审查的内容和程序的不同 再一个问题 就是贸易政策 就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 它是两套不同的制度 一个是国内法 一个是国际贸易规则 当然有一些国际贸易规则 也转化为国内的法律 但是它有一点 有可能交集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维政素C的这个案件来看 就是你出口卡特尔 或者是进口的卡特尔 它是一种贸易行为 但是如果你违反了本国或进口国的 反垄断法的话 反垄断法依然可以管辖 尽管我们国家的 反垄断法的第15条 对于我们国家的外贸出口 是予以 出口的卡特尔 是予以豁免的 但是我们也无法去 得出结论 美国或者欧盟 它就不能依照美国和欧盟的法律 对当地的反垄断法 来调查或起诉 甚至调查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口的卡特尔 但是在这里头有一个交集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回归反垄断法的 它的这种立法的宗旨 那么第二个问题 每一个国家 就是很多人又质疑 说为什么你在美国 我这个订购能通过 在欧洲也能通过 那为什么一到中国来就通不过 那么我们分析了几个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点 实际上是共性的 但是在中国可能就是一个特性的东西 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的反垄断法的执行 它关注的是本国市场的竞争状况 那么本国市场的竞争状况 它是依据本国的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阶段 和它经济发展的特点 所决定的 但是相同的是 立足于本国 我简单的提几条 一个是我们国家依然存在着很多领域的管制 而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反垄断法有一个特殊的条款 第七条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我们国家 像成熟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首先说 一体垄断就是七大垄断行业 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市场化的一个自主的选择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可喜的看到三中四中全会 特别是三中全会 对于这些垄断行业 管制行业 要逐步的去引入竞争机制 强化它的竞争 但理念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 现实是 它依然是一个管制 那么我们看到管制是两大特点 第一 准入 我反正有办法管不了 这是你国策的选择 第二 价格 这两个因素 可以说它是垄断行业 或者叫做管制行业 我们很多经济学家 一些人就认为 包括领导人说 我们不存在垄断 比如我们石化行业 我们有三个企业 我们银行不垄断 我们有那么多银行 垄断不垄断 从我们从研究法律和管制上来讲 实际上是我们就要看它的准入 是不是放开的 价格是不是放开的 是两个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的特点 就是你外商要到中国来这个问题 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在一个 在很多的竞争行业 这种非垄断的 就是非管制的行业 我们看到很多的行业 我不能说所有 有很多的行业 由于我们的开放政策 外资进入我们的市场 它占的市场的比重是非常大 我没说它垄断 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里头 如果它要去订购 那么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执法机构的一个特殊的关注 就是我们本身市场的关注 再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产业价值链上 我们是处于下游 那么这也是一个特点 还有一些要考虑的 比如说表面上是竞争的 但实质上又是很多管制的行业 我们用最简单的 我们要吃药 医疗医药行业 它知道进口很多的管制 再有采购烧投标 中端的价格发改为定价 到目前为止 很多价还没有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不能拿美国的市场的规则去 状况来衡量中国市场规则 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看病有多少人在私立医院去看病 我们是公立医院为主导 是吧 而且我们的社保工费医疗 占的比例远远大于商业保险 这就是一个特色 发展阶段 同时又是我们的特色 这是需要考虑的 第四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简单讲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 中国的六年半的这个反垄断的执法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 过去一开始的案件是 非常赤裸裸的表现 和非常对于执法部门来讲 比较简单的这种卡特尔和纵向的价格限制 而现在我们看到 只有六年多的时间 我们现在所正在审理的案件 它的这种复杂程度 专业程度 已经与全世界同步了 这给我们的执法机构 重大的挑战 比如说 现在所调查的微软和高通的案件 它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 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 而且它涉及了IPR的问题 知识产权的滥用的问题 还涉及到标准中的知识产权的滥用的问题 那这些又是 对于我们的一个 机构的一个很大的抬战 可喜的是 我们的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今年刚刚审结的3Q的案件 两个最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的 涉嫌垄断的案件 终于二审结束 那么在这个案件里头 我们看到 我们要有信心 如果大家去 拜读最高人民法院的 它的7万多字的判决书的话 我认为 亮点太多了 首先就是一个过程的专业性 审判的 规则的先进性 而且跟国际上完全接轨 甚至在很多问题上 我们国家是独特的 很多经济学的理念 和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方法和理念 都在这个判决里头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 尽管有挑战 但是我们专业性的东西 要需要时间 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 图院长跟我 这个叫叫叫叫这个 布置任我说 外商怎么办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合规和沟通的问题 外商企业 在中国面临的 新的问题 就是反垄断的问题 竞争法的合规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头 我觉得还是一个 除了共性的东西是 西方国家非常的成熟 他们的律师团队和专业团队也是非常成熟 但同时还是要关注 一个问题 两个层面问题 一个层面是法律中的特殊性的问题 比如刚才我们谈到 第七条的 对于垄断行业特殊性的规定 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国家有跟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内容 就是我们有专张的行政垄断的规制的内容 而行政垄断 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信心去 你作为商业企业 你可以去告政府 你可以去挑战政府 在我们的法律里头是有涉及的 还有我们的一些法律责任 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在很多国家 我看到是没有违法所得 除了罚款以外 没有违法所得 而我们国家除了罚款以外 还有违法所得的规定 那么这也就是 就是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的 反垄断法律的 它的法律责任的行政法管 可能是所有的行政执法里头最高额的 上一年度的1%到10% 再加上违法所得 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沟通 就是执法方面的沟通 那么执法方面沟通 这里头我们国家特点是三家执法部门 美国是两家我们是三家 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 你沟通起来就需要时间 需要它的统一性等等 我们无法去展开讲 还有我们可能涉及到行业监管的问题 你可能更复杂 当然我们在这里头沟通里头 我一直是主张我们的企业界跟我们的学界 包括跟这个执法界要不断的沟通 包括参与他们的一些规则的制定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三家执法机构 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开放的 最后一点问题就是这个展望 我觉得我们的六年多的执法 可能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它是一个年轻的执法的国家的一个部门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期待着 能够进一步去落实三中和四中全会 以及我们行业所关注的 国务院今年的二十号文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关于竞争以及法制 竞争法制包括行政执法的 它的这个发展 那么在这里头有一点我可能要突出提出来 就是反垄断的它上层的就是法律的 它的政策性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竞争政策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经济发展中 在我们官方主导的经济政策中 可能更多的是强调的产业政策 而我们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你就必然要不断的提升竞争政策 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以及竞争政策 它的落实的一个重要的法律 法律就是反垄断法和竞争的法律的规则 那么因此我们有四中全会的 这种进一步要求我们的政务的公开 程序的公正透明 以及我们的最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 完善了我们国家对于行政执法的 它的这种监督和这种制约控权的这种体系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法律人来讲 我也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够去运用法律的武器 用法律的工具去实现你的合法的权益 那么最后呢我也是能够看到 中国只要是越来越开放 那么我们的规则也越来越全球化 尽管是国内法 但是起码在技术规则 专业规则上也在全球的这种专业性上 也应当越来越趋同 谢谢大家